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是九关鸟 而仔细听闻 虽声响不大 但却格外清脆的是 矗立在树头鲜艳而耀眼的五色鸟 哎 要毕业了 真的很感伤 对啊 真的很快乐 想享受毕业后的过程很麻烦 嗯 我觉得应该就是要老学生 那段期间没有玩到的 全部捕回来吧 诶 对了 你们还记得我们去孔庙佳季的时候吗 还记得当初参加试店典礼的时候 前一天彩排的时候啊 有够紧张的 到现在都还记得手紧握着乐器 站在孔庙中央演奏时 那种手心冒汗的感觉 但当天在偌大的孔庙之中 跟大家一起穿着礼服 排班就位 从迎神献礼 一路参与到最后的送神与旺寮 这次 我们不再只是从旁体验盛典 而是真切的身在其中 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就让我意外的有种认同感 也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 研究了许多关于古礼的典故与流程 到处看看台湾其他地方的孔庙 我也更加珍惜在校园旁 就有这么重要的历史文化资产 对啊 那时候我还紧张到前一晚上睡不着耶 对了 你们还记得iMaker教室吗 其实我本来对于科技与工程 没有什么兴趣 想说就好好读书 拼个考试 先上个国立大学 再来好好想想 这是到底要往哪里走 但当我第一次上了iMaker这堂课 却意外的引发了我好大的兴趣 当你花了大量时间去计算可能的结果 带入一点数学逻辑 再加入物理 甚至美学的概念 最后实际运用这些不同领域所学到的能力 完成作品的当下真的是心满意足 有时候我都觉得这堂课的时间过得太快 因为我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想要去学习 尝试看看 那你咧 你觉得这些日子哪节课让你印象最深刻 我吗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应该是一场叫做情绪变变变的吧 充满着自我的认知与理解的学习之旅 好 你说话方式真的很烦耶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什么 自己想要什么 从小到大我们都在学习国音术里 很少有机会去学习认识自己 我蛮意外我能够在学校有机会去练习 怎么去察觉 倾听 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情绪 更认识我是什么 我是谁 又要怎么去传达我的情绪和想法 跟同学彼此讨论和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断练习 互相倾听 一起成长 透过这样的交流互动 探索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生活里的我 情绪样态 我觉得这堂课打开了我内心的一扇窗 让我开始懂得 察觉和重新认识了自己 我也是那时候才决定继续玩舞蹈这场的发展 因为经过三年的探索 我发现在舞蹈上最熟到很多我想要对冲的 所以希望能考上理想的营造型 舞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舞动的当下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一次次的反复练习 就是为了呈现最完美的学习成果 而透过跟普通班同学的分享舞台 也让我有机会跨越了表演者 观众的界限 感受交流的激荡与美好 这份一起共创的梅干体验 同时蕴含着对生命的感动 那你还记得水塑教授那奈课吗 诶呦 你看 我还留在那时候做的作品耶 倒也称不上是匠人精神吧 但是从刚开始最粗糙的手写字 在汇入电脑修饰调整之后啊 不断打磨它的细节 逐渐的它就会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成果 当最后把这个作品拿在手上的时候 那种扎实的成就感 就会从心里面油然而生 那真的是很难得的经历 这让我更能看见 生活中更多更多的细节 也开始动手碰起 平常不曾注意的事物 上完这堂课 让我对于我自己的未来 有了更宽广的想象 诶 你们听 我射鸟叫声耶 你最好听得出来啊 而且 射出镜鸟有什么五色鸟 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淘高只要仔细发掘 就会发现五色鸟 只是静静地待在树莲后面 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诶 那不就跟我一样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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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圆市作为 推动108新课纲的示范程式 我们优先选定了 武林 陶高 内力 大圆 寿山 以及龙潭 这六所高中 来做示范推动学校 我们希望 经由这六所示范推动的学校 能够让社会大众都能够了解到 新课纲最主要的自发 互动 共好的精神 我们也希望这六所学校 能够带动桃圆市全面 新课纲的顺利推动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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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